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开始走进一个 在这样一个2024年全球震动的日子 越来越大的日子里面 我们怎么样长出敬畏耶和华的心智 我们怎么样开始走进一个丰盛的旅程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跟我怎么样在这样一个选择当中 选择神的心意 好叫我们越来越明白 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要彰显的奇妙 在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在这个主题里面 我必须要说这是一个征战的日子 你要起来征战 那个征战并不是好像一直在赶赶打打杀杀 好像一直赶出这一切邪灵污鬼 我必须要说征战 你要知道征战有一个根基是 我们的神已经得胜 你也已经得胜 那如果我们已经得胜 到底我们要征战什么 家们我要告诉你 你需要起来征战的是你一切的思维 所以今早我想跟每一个家人分享 当你开始在面见一些难处的时候 我们会进入到试炼 我们会面临到试探 各位说试炼 各位说试探 家人们试炼跟试探 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意味的是什么 在这些训练的过程当中 在你跟我 在你跟我 在走这样一个旅程的时候 所遇见的任何的事件 任何的事物 很多时刻 一不留意 我们就会走进一个犯罪的系统 换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 当我们开始面临到这些禁欲 或者事物的时候 我们转向神 怎么样依靠祂 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提升 但来眼睛看我 什么时刻你进入到试炼 什么时刻你开始面临到试探 家人我要说 你跟我的生命 很多时刻 每时刻 每一秒 甚至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你跟我都搞不太清楚 所以你会发现 常常一个冒犯来的时候 一个话语 讲一讲讲一讲 突然 你就开始重伤了 你就开始好像停在这里了 家人我要告诉你 这是你试炼的开始 当你开始被宣判 被宣判在身体的一个疾病的软弱里面 我说这是试炼的开始 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说这是试炼的开始 当你里面开始面临到 面临到财务 面临到情感的关系 任何关系里面 我说这是试炼的开始 所以当你跟我在这个试炼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刻就卡在这里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往前 甚至很多时刻 家人们我也要告诉你 当我们踏进去这样一个试炼的旅程当中 试炼 我简单的讲 就是一个神对我们的训练 为什么要训练我们 为什么要试炼我们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这个训练 这个训练会帮助着我们 神是借着环境来造就 来练进你我的生命 只有一件事情 要让我们更刚强 所以再一次看看你左右旁边的 你到底有没有刚强 看一看你左右旁边的 有没有很弱 家人们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走这个旅程当中 其实很多时刻 我们开始会被什么 那个试炼意味着就是从魔鬼而来 我们开始会被环境 被所有的人事物 被所有周遭的人开始所捆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 家人们我在说试炼 如果是从魔鬼而来 我要提的是 它的目的是什么 要让我们偏离神的旨意 要让我们开始离开神 离开神 甚至开始在你的生命当中 常常摆下有很多的为什么 甚至最后的目的 让我们开始就是什么 离开神 离开背叛神 所以这次撒旦魔鬼 其实持续的 持续借着这些练习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怀疑 进入到一个 你要知道 常常呢 如果我已经进来了 进到这个试炼的里面 我就讲去年 当医生开始下一个判断 我的心脏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那一个礼拜 我感觉到我像做错事的孩子 所以我里面开始感觉到受压 我里面开始一直在问神 为什么是我 甚至呢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我不是奉不共殷勤吗 难道呢 我还犯罪吗 难道我原生家庭还有一些罪吗 难道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为什么 一直在你的里面徘徊 特别如果你自行能力强的 你开始会走进一个怀疑的系统 走进一个控告的系统 甚至你要知道 当你进入到这样一个试炼的旅程当中 很多时刻就在这个时刻里面 你已经开始进入到惊恐跟惊吓 你不晓得为什么一次一次来 所以这个试探 家伙们我也要告诉你 今天我要讲的试探 不再只是一个情欲 金钱跟名跟利的试探 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 当我们走进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这个试探会持续的来 这个试探很多的环境 你会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为了是什么 压伤我们 为了是什么 让我们离开神 所以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 生活的当中 其实很多时刻 常常你会觉得 甚至你是一个陪伴者 你里面开始就会有很多的怀疑 家伙们我必须告诉你 在过去在年前的时候 我开始真的是服侍了一些的家庭 在我里面其实真的 你一不留意就进入到魂的系统 那个魂的系统是什么 你常常就在想 为什么那么爱神会经历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样的人 他开始可以得自由 为什么在你里面有很多的埋怨 在你里面有很多的思维 甚至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牧师那么爱主 他还会生病 是他人 有事吗 所以家伙们你会发现 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为什么 那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 甚至我们会怀疑 为什么一而再 再而三一直来 好像你看不爽的事情 一直都来 你会发现 在这个训练当中 你一进来了 你在走这个旅程当中 撒旦魔鬼一直要把你拉离开的 就是神的轨道 所以我们来看 今早我们要透过几段经文 我们来学习 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到底要教我们什么 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他只有三点忍耐一下 他只有三点忍耐一下 家伙们那也要看你们表现得好不好 可以吗 表现得好就代表很有反应 拍展让荣耀归给神 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可以吗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来 家伙们 在这里我们今天要救着耶稣 来到这世上 道成肉身的时候 祂开始回到这世 回到负在这世上所制作的律 也在这个政治的系统里面 祂开始做了一些事情 那你知道耶稣也受了喜 祂开始受了喜 甚至祂说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天为祂而开 甚至祂说看见神的灵 仿佛像鸽子 你要知道祂说落在祂的身上 跟你说落在祂的身上 落在祂的身上 家伙们眼睛看我 你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讲诗篇133篇吗 讲到那个贵重的油 要礁 要礁 甚至什么 这个呢 这个甘露呢 黑门山上的甘露 开始要怎么样 降在西安山 你要知道呢 那个礁跟那个降 跟这个弱 其实都是一样的 意味的是什么 你跟我的生命 没有办法靠着自己 我们需要等候上头来的能力 我们需要从神 持续知识那个爱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 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神在帮 在告诉我们 耶稣来到这世上开始 当圣灵呢 圣灵呢 如鸽子一样 落在祂的身上 祂说天上有声音对祂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说 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 我说喜悦的 家人们来眼睛看我 今天这句话 依然也要对我们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说 我们是祂的爱子 是祂所喜悦的 这是你的身份 你是在这个根基里面 持续的往前走 把这一段 记在你的心坎里 也记在你的脑海里 这是在马太福音 第三章的最后 讲到耶稣来到这世上里面 祂受洗的一段旅程 今天我们要再来看 令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是 受洗完之后 进入到第四章的一开始 我们来读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一起来读神的话 当时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祂禁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祂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化 家人们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 耶稣呢 祂受了什么 受了什么 试探 祂受了试探 那我们要来看 这个试探跟你我 到底有什么关系 家人们 你知道耶稣是在旷野里面受试探 跟你说旷野里面 你要知道如果在整本圣经里面 旷野是一个训练的日子 旷野是一个试炼的开始 所以你会发现在旷野的里面 旷野的里面 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 祂是被圣灵引到旷野 家人们意味的是 耶稣有旷野的制作 你跟我会有生命在旷野的制作 所以待会我们要来看 在这个旷野的生活里面 你要知道首当其冲 后面他讲到 他在这个旷野的里面 他进食了40天 所以他怎么样受试探 我要告诉你 一开始就是肉体的试探 会不会饿 会啊 你要知道会饿啊 那甚至在进食的时候 又有旁边在吃乳肉饭 排骨饭 这种人真是哈利路亚 如果你有进食过 你会发现呢 进食到大概呢 三四天完之后 开始眼睛一闭起来 就是汉堡薯条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的试探 一开始他就进入到一个 一个肉体 一个身体的一个试探 所以在这个试探里面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旷野本身就是一个训练的开始 你跟我为什么要被训练 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们都太胖 我们需要开始被瘦身 所以你会知道试探 有很多种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一个试探是 魔鬼来了 来到耶稣的里面 他开始呢 要试探耶稣 要开始什么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魔鬼的试探 要拉离耶稣跟父之间的关系 相对相反 我真的要告诉你 相对的也是来到 你我的生命当中 魔鬼要试探我们 就是一直把我们 拉离开神的律 拉离开我们是神的儿子 所以家人们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其实很多时刻 我们面临到这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想 你是神的爱子 你是 你真的有那么爱我吗 家人们你要知道 当我们落入到 百般的试炼当中 神要我们大喜乐 我要告诉你 怎么喜乐得起来 除非你真实知道 神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 祂到底带领着我们 走进什么样一个旅程 我们再来看 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 祂有一个旷野的 生命的制作 后来我们再来想 祂受魔鬼的试探 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 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 祂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要受试探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很明显的是 耶稣不是为着祂自己 祂是为着你跟我 为什么 当祂受试探的时候 祂怎么样开始跟父 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开始在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 祂要成为我们的见证 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着祂得胜 我们也要得胜 Amen 第二个 我再告诉你 耶稣为什么要 耶稣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祂都受试探了 你不会受试探吗 祂要在你的里面 开始有一个警醒 开始在你的里面 有一个思维 就是这一位魔鬼 祂要搞死你 就是搞死你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灵界是真实的 祂没有再跟你客气的 当你开始进入到 这样一个试炼的当中 你开始觉得 为什么你那么倒霉 为什么这个人呢 骗我 他可以活着那么好 为什么 我要告诉你 当你一直在这里 一直徘徊 一直在为什么的时候 我告诉你 撒旦魔鬼 会在这样的训练当中 再一次射下第二把剑 再一次射下第三把剑 为了就是要摧毁你 所以这个试探会一直来 这个试探会一直来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这不单单只是指 我们走进这样一个训练过程的人 这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陪伴着我们的家人 陪伴着我们这些朋友的旅程当中 最近我要告诉你 神借着这几节经文 让我里面有很多的思维 旷野里面 你要知道 如果旷野是个训练 耶稣进到旷野里面的训练 你跟我面临到一些挑战 就进入到旷野 在这个旷野里面 我到底要怎么样来面见 到这个旷野里面 我到底怎么样长出 敬畏耶和华的心智 所以家人们 家人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其实神一直摆放 摆放一个旷野的训练 旷野如果是个学校 我要告诉你 我们到底怎么样开始 在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又有一而再 再而散的这些试探 我们怎么样可以走进得胜 第一个我要告诉你 你需要正面的面对 你现在的问题 什么叫正面的面对 现在的问题 家人们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讲到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家人们 你要知道 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他没有受魔鬼试探之前 他已经先受了旷野的训练 听懂这句话 他没有受试探之前 他先在旷野里面的训练 所以旷野 它不是个终点 今天神把旷野的路 你开始得了 开始进入到这个疾病的网罗 开始进入到这个财务的网罗 开始进入到这些亲子的关系里面的挣扎 甚至你对于前面的道路 对于我们这里有学生 在学校的里面的功课 我怎么读都没有办法突破 我要告诉你 旷野不是个终点 它不是你生命的终点 所以在旷野的旅程当中 第一个 你需要更深的了解 旷野是对你的训练 它不是个终点 跟我一起说 不是个终点 不是个终点 家伙们 你要知道 耶稣在经过试炼 在经过这样的训练里面 才受试探 甚至呢 在这个试炼里面 在这个旷野里面 你要知道旷野意味的就是什么 接地气的讲 什么都没有 旷野接地气的讲 很多时刻 是你孤独的一个人走 因为没有人可以体会你的心 家伙们 你知道当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刻 当我面临到这些癌症的病人 一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当 常常我们跟癌症病人说 要加油 你知道有一次 有一个病人就跟我讲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告诉我加油 我心里想 那不告诉你加油要加水吗 后面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 我说因为这一句话 对你们而言是好话 在我里面是挣扎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到底还要加什么油 我怎么加病就是这样 家伙们 这是我们 很多的时刻 我们就是停留在这些挣扎的里面 为什么他不改变 为什么他这样对我 为什么过去早知道 我不要怎么样 告诉你 如果在旷野里面继续的埋怨 继续的回头看 在这个旷野里面 你走不出路 旷野绝对不是你的终点 它是为着生命当中 你要迎接下一个丰盛的开始 所以家伙们 你要知道在这个旷野的旅程当中 今天你必须要开始明白一件事情 当我们这些陪伴的人 当这些在走的人 我们都有一样一个问题是 我们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旅程是 看到环境 我们就开始会觉得没救了 看到环境 我们就会开始什么 开始按着这个环境 按着现在人所走的 我们就会下结论 告诉你走后旁边的 你还有神吗 你还有神吗 家伙们 我要告诉你 在这个旷野的里面 你要相信 旷野它只是个途径 它要带领着我们 进入到下一个目的 我也要告诉你 亚伯拉罕 有没有经历过旷野 在这些古圣徒里面 亚伯拉罕经历过旷野 到了迦南 甚至你要知道 以色列人有没有走过旷野 你要知道 他40年来在旷野里 但他没有终结在旷野 他进入到迦南 我们再来看 大卫有没有旷野的训练 有旷野的训练 所以约瑟有没有旷野的训练 有 家伙们我要告诉你 约瑟没有因为在旷野里面 他开始就埋怨他的兄弟姐妹 为什么把他杀了 为什么把他卖了 甚至进入到 下到埃及的时候 开始进到波提法的家 又被他的管家那个妻子 开始色诱 开始情欲的网罗 我要告诉你 他没有陷在这里 家伙们我要告诉你 在约瑟的生命当中 你看到的是什么 他下一个阶段的丰盛 是什么 他成为这个法老 成为什么 埃及的宰相 成为这些法老 这些的最好的帮手 所以旷野 是神在预备你这个人 家伙们我要告诉你 大卫在经历过旷野的时候 他经历过扫罗的追杀 我要告诉你 魔鬼是狠的 我真的告诉你 无所不用其极 你一旦一次的重击 下一个就会来 就一波一波的 为了是什么 让你里面击垮 你里面对神的信心 所以当你开始 击垮那个信心的时候 你要再起来 开始来追求神 再起来 开始往前走的时候 你是没有力气的 家伙们 家伙们 大卫没有因为 这一位扫罗王的追杀 他开始就死在旷野里面 反而因为 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他走进王的命定 我要鼓励你 现今你的环境 我要告诉你 即便你觉得你是在旷野里面的学院 在这个学院里面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我祝福你毕业 我祝福你毕业 家伙们 在我们生命所走的旅程当中 会有挫败 但我要告诉你 我们绝不被打败 我们绝不被打败 在你跟我生命的过程当中 在这样一个训练的当中 我要告诉你 在训练 在试炼的当中 我要告诉你 不要走进一个软弱的里面 试炼只是在生命的旅程 就在这个阶段 这个训练的神 从永恒的眼光来看 只不过是一个部分 我要鼓励你 不要被卡死 不要被卡死 再一次看你左右旁边的 看一看他 问他有没有卡卡的脸 家伙们 家伙们 你要知道当我们经历到 这样一个训练的时候 进入到这样一个试炼的时候 我们会走进一个丰盛的应许 那到底神在旷野的生活当中 祂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要告诉你 祂做的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祂要搭救你离开旷野 第二个我要告诉你 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 祂要与你同在 祂要与你同在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古圣徒 不如我们刚刚讲到的摩西 在旷野里面 他怎么样遇见这一位神 甚至雅各怎么样一离开 吃完那碗红豆汤 开始离开家里面 他就遇见神 甚至我也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时候 开始借着云柱火柱的时候 神怎么样在这些患难里面 怎么向他显现 你会发现 为什么在旷野绕 因为我们抱怨 因为我们埋怨 因为我们还在批评论断 因为我们还在回过头看 所以加尔门 加尔门 你来看这些古圣徒也好 神呢 你会发现 神其实都与人同在 我们再来看 但以理书三章二三节 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 其实有一段时间 是被巴比伦统治的 在当时有一个王 是一个外邦王 叫尼布贾尼萨王 你知道他开始 雕琢了一个金像 其实在这个金像里面 他要全国开始起来崇拜 起来拜这个金像 也就是拜这个偶像 你知道就是但以理 甚至他的三个朋友 在二三节讲到说 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 这三个人 他们不愿意下拜的时候 尼布贾尼萨王 就下了一道命令 开始把他们 被捆落在这个什么 烈火的窑中 也就是把他们 关在这个火窑里面 加尔门 我要告诉你 这个尼布贾尼萨王 就在旁边观看 把三个人摆进去火窑里面 铁钉被烧死吧 是吧 我要告诉你 他铁钉被烧死 但你要知道 在二十五节一件事情是 这个尼布贾尼萨王 在旁边看 在旁边看 在旁边监督这件事情 他说什么 我们来读二十五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 王说 看哪 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 好像绳子 加尔门 我要告诉你 这里 这个尼布贾尼萨王说什么 这里面我看到什么 有四个人没有捆绑 他明明这三个人是被捆住的 为什么可以在火中里面行走 甚至第四个人的相貌 他说什么 好像绳子 加尔门 加尔门 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这里告诉我们的 他好像绳子 这个绳子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耶稣在火窑中 耶稣没有看见 这三个朋友被捆 耶稣在火窑里面 神是与你同在的神 当你在旷野 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一位神 他在 家尔门 我们进来了 我们开始会有很多的试探 那个试探是什么 为什么我祷告到现在 都没有成就 当我们继续停留在这样一个旅程 这就是旷野 旷野其实是什么 神要持续的答应我们 祂不撇弃我们为孤儿 祂要领我们到神那里去 所以家尔门 你一定要相信 在这个旷野的里面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Amen 你也要知道 当今天你落在生命的旷野当中 你在试炼的当中 这一位神与你同在 来眼睛看我 你千万不要相信环境 现在所给你的 在你生命当中 所生发出来的声音 你千万不要一直感觉到 你看到了现在 如今的 这就是一个结果 明白的 你说明白 明白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我们都要眼见为平 但我要告诉你 眼见为平的信心 它是薄弱的 你跟我在这样一个试探的当中 魔鬼要试探你的是什么 好像呢 这件事情为什么祷告那么久 好像都没有成就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这样的一个疾病 一直的祷告 一直的祷告 为什么也都没有 我的忧郁 甚至呢 我的夜间部同学 怎么祷告 怎么祷告 还是那个死样 我要告诉你 当你继续在这里的时候 没门 无路 旷野 神不要我们停在这里 旷野 我在说不是个终点 旷野 不是你要停在这里的日子 你需要被upgrade 家人们 在2024年 在这个震动 越来越大的一年里面 我要鼓励你 不要一直停留在你每天 所见的这些琐事 当你进入到环境里面 你不要一直去赶 你不要一直好像把环境里面 你所面对的这些挑战 放进你里面的感受 我要鼓励你 常常的交出去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神会让这些事情的发生 是因为神至今 仍然在掌权作王 家人们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旷野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是 它要建造 你跟我跟它的关系 有一个更深的关系 要制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家人们 你知道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经过旷野 他开始被雕琢的时候 开始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的领袖 那你要知道大卫也一样 他被追杀的年间里面 在亚杜兰洞的训练当中 他开始成为以色列的王 甚至以利亚 他走在旷野的时候 在那个旷野里面的训练 开始成为在当时时代的先知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你也会发现这个施洗约翰 也在生命里面的旷野当中 他成为一个先锋者 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旷野 神在你生命当中 有美好的制作 旷野是神在对你的生命说话 所以家人们 旷野也是神在制作 下一个阶段里面 祂要给你一个儿子的身份 有一个提升的日子 我要鼓励你 不要停留在这里 不要停留在这里 家人们 祷告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 要去思想一件事情 神 我到底怎么了 你到底要我学习什么事情 我要鼓励你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第二个 当我们需要有正面的态度 我们需要开始有属神的思维 我们需要开始长在这个天国的文化里面 来面见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旷野 第二件事情是你跟我生命当中 一直到盖棺论定的那 不对 断气的那一刻 我告诉你 我们才解决这件事情 也就是什么 这一生你要起来抵挡的 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谎言 你要起来抵挡的 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谎言 我告诉你 接下来这一段经文 让我里面很有感觉 我们来读 从我们来读 再一次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三节 好不好 我们来读神的话 来 来眼睛看我 家人们 他讲到当时 跟我一说当时 当时 你知道在当时在前一章里面讲到 他受洗对不对 父有一个声音对耶稣说什么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始里面 他讲到什么 他被引到旷野 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后来他开始进食四十天 他饿了 那那个试探人来试探他的时候 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谎言 就是撒旦魔鬼常常借着人事物 借着环境 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的就是你的身份 这里呢 魔鬼对耶稣说 你若是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家人们意味的是什么 意味的是什么 接地气的讲说 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 你祷告怎么都没改变 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十年了 你认识这一位神 我怎么看起来在你这里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你的脸还是愁眉苦脸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若是 是魔鬼常常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要来挑战你的 我不知道你们 你知道当我信耶稣之后 我就开始被骗 我就经历了一场被骗 当我知道这个被骗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试炼的开始 也就在这四年多的旅程当中 这个试探一直来 为什么 因为你会开始里面 有很多的怀疑你自己 开始离里面的羞耻 离里面的内耗 离里面开始的控告 贬低你自己不行 你开始离里面有很多的思维 一直的都是把你给框住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话语里面 都是在挑战 都是在把你拉出 儿子的系统 让你走进一个孤儿的心里面 所以家人们 家人们 很多的日子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你进入到一个 情欲的试探里面了之后 好像你感觉到 再也回不来了 我要告诉你 你要起来抵挡你心中 一切的谎言 前一段 父才告诉耶稣 这是我的爱子 下一个阶段 魔鬼就试探耶稣说 你若是 家人们 我们生命当中 其实在走这些旅程的当中 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怀疑 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的思维 你如果 我真的告诉你 这个你若是 也就是你信耶稣 信了半天 为什么并没有得医治 你信耶稣 信了半天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你的财物 都没有解决 我要告诉你 有很多的挑战会进来 你要起来抵挡 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征战这件事情 是神要做的 Amen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不干你的事 不干你的事 你里面 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 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神要你里面 开始将他的心 将你的心全然 倾吐在神的面前 你会有软弱 你会有无助 但我要告诉你 不要停留在 你里面的声音 不要停留在 你里面的感受 你需要 Go 你需要起来 家人们 你要知道魔鬼 其实要挑战你的 是什么 神的话 前一段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父才讲完而已 下一段 你若是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你如果有这个身份 为什么你祷告 你为人家祷告 都没有病得医治 哈利路亚 那他的事 家人们 你里面要听懂 我今天要告诉你的 我们很多的时刻 你要知道 撒旦魔鬼 要攻的 就是攻关系 攻我们跟神的关系 攻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为了是什么 摧毁 让我们走进一个什么 无助 走进一个软弱的旅程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要起来抵挡 你要起来抵挡 这一切 这一切 你眼睛所看到的 一切的事情 所造成你生命当中 一切的影响 我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当如果你是一个爸爸妈妈 我要告诉你 很多时刻 你对孩子里面 你是有思想的 你里面是有担心跟担忧的 我要鼓励你 若是你持续看着他 持续一直看着他 盯着他看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会一直远离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撒旦魔鬼 就是要在这个训练的当中 让你长出一个控制 是莫名其妙以为是爱 我通常这个称为叫温柔的爱 所以家人们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当耶稣开始被试探的时候 他其实 你要知道撒旦魔鬼 要攻击你的事 要让你开始否定神的话 让你进入到一个谎言的系统 来 眼睛注意看 在这个PPT里面 这两段话 一个是爱子 一个是你若是 那个爱子 就是走进一个儿子的系统 你若是 就是注定 你在这个被试探 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被攻击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这个你若是 你就会开始重见 就会开始被击败 家人们 家人们 我再换另外一个思维来告诉你 有一次当我去服事的时候 当我在讲道的时候 这个现场大概有 大概有七百多个人 我要告诉你 有一个年轻人 就从这七百多个站起来 从最后一排很快速 很凶狠地走到我的面前 你要知道 就里面就像被 就是被鬼附啊 开始要起来啊 要上讲台来做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要打我 你知道他整个听到神的话 开始 米南话讲 你要知道他开始起来了 就是这样走走走 走到讲台面前 我告诉你 就如同什么 就如同什么 你知道那个 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 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 直接先呛耶稣说 我知道你是谁啊 这个鬼也是啊 开始就现在 这七百多个人 开始揭露我心中的软弱 我告诉你 魔鬼也会开始往这里走啊 让你心里面开始害怕 如果你里面开始不够稳 你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 你会就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告诉你 那个谎言就会一直进来 告诉你左右旁边的 还好他有练过 还好他有练过 你知道他在七百多个 开始一直讲 我里面过去的软弱 我过去的罪 一直讲一直讲 你知道讲完之后 我就是眼睛一直盯着他看 后来我就告诉他说 我都没有跟他讲任何的废话 我只有拿着儿子的权柄 开始起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你现在 立刻出去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留意 试探是从魔鬼而来 魔鬼在你心中所摆设的 我告诉你 常常会让你离开 儿子的系统 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相信 这一位神 这一位神 对你所怀的意念 就是那个好的意念 阿们 家人们我也在告诉你 你弱势这个系统 也就是你进入到一个孤儿的系统 进入到一个被摧毁的里面 常常你会被挑战 你里面开始也会有很多的疑问是 我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罪 你知道当我服侍到一些弟兄姐妹 在身体的疾病软弱里面 我告诉你 很多时刻我们会开始一直去问 甚至刚受洗的时候 我最记得的是 我刚受洗的时候 我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试探 开始被魔鬼抓着走了 我妈就会说 就是因为你什么 因为你去信耶稣才会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 你弱势 你弱势 这三个字会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 让为了是什么 失去神在你生命当中极大的厚恩 我要鼓励你 这是你新奇的日子 这是你要起来 我也要告诉你 当你开始遇到这个谎言的里面 你就会知道 你里面是多么样的 被谎言所蹂躏 被谎言所捆住 你需要开始起来 斥责 需要开始起来命令 需要开始起来抵挡这一切的谎言 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 我们再来看 整本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最惨的是哪一个人 约伯 告诉你走后旁边的 是你的好朋友吗 是你的好朋友吗 家们 我们都知道约伯 其实就是因为魔鬼跟神 开始有一个商议 那神也知道 也认出魔鬼 认出约伯 对神的一个心 所以你会发现 约伯在一夜之间 他的十个儿女 通通都死了 甚至他所有的财物 通通都没了 于是你知道 来到约伯记二章八到十节 你要知道 约伯就坐在那个什么 如灰当中 用瓦片在刮他的身体 有没有画面 很可怜 我要告诉你 很多时刻 魔鬼 你要知道 开始要弄你 好像让你所有里面 一切都没有了 到一个程度 我也要告诉你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 会自杀会跳柔 你要知道 都是在你弱势 这个谎言里面 我们再来看 你知道约伯就在这个时刻 他的妻子就对他说 他说你仍然持守 你的存证吗 你弃掉神吧 死了吧 你有没有觉得 这很熟悉 当你在走这一条 被训练的旅程当中 你到底是有神的队友 还是一般的队友 所以 这个妻子开始 再次落井下石 约伯里面 有一个信念系统 是什么 他说 你说的像鱼丸 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也不也受祸吗 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不一口犯罪 家人在这里 约伯的意思就是什么 不管到底是福或者是祸 耶和华在我的生命当中 他永远长王权举首位 他绝对不是看见 现在的环境来论定 来判断这一位神 到底他是不是爱我 我要鼓励你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你在跟随神的旅程当中 你有没有长出这样一个信念的系统 我不是看神现在给我的有没有 来判断他是不是在 乃是呢 我祷告没有成就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都是与我有益处的 因为他说他要叫爱神的人 得着最大的益处 阿们 所以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最重要的就是你不以口犯罪 第三个 我请敬拜团队上来 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 你会发现当耶稣受了试探的时候 耶稣怎么样起来抵挡 祂是用神的话 所以第三个 当你进入到这样一个试探 这样一个网罗里面 来眼睛看我 我今天要讲的是 不是你已经走进去 我今天要讲的是 陆陆续续我们在今年都会发生 你在圣跟属的选择当中 你选择神的旅程 你一定要知道 你需要开始起来正面面对 也就是你需要起来正面的迎战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很多的时刻当你进来了 我还是要请Hero哥来帮我 我最喜欢他当我的模特 那其他的敬拜团 可不可以站在这两侧 站在这两侧 我用这样来比喻 两侧 Hero哥的两侧 你们面向他 不要再过来了 家人们 你注意看 我们在走这个旅程的时候 一进来了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 我们在工作的里面 我们期待神为我打开 但我要告诉你 我们在走这个旅程当中 当我们一跨进去之后 我们会有很多的试探会来到 所以你知道 每一个你走的路 都会有一个环节挡在你前面 这个试探会来 他自己可以绕我 你冷住 这不是我要讲的 你还没跨越 家人们 你有看到我说的吗 当你开始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好像呢 让你没办法往前的环境来的时候 你好像还没解决完之后 下一个又来了 好像呢 当你开始呢 把这一个患难排除之后 你说服你自己要持续相信的时候 还要解决下一个 甚至呢 这一个还没解决来的时候 又来了 甚至到最后 你会发现呢 当你开始就一直来 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魔鬼的伎俩 为了就是让你死亡 你有看懂吗 你有看懂吗 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 我们很多时刻就是停在这里 我们就走进一个不幸的恶心 很多时刻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怀疑的时候 甚至我们刚刚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种旷野就叫忙碌 你一直忙一直忙 就叫白忙一场 甚至有一种旷野 为什么保罗说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那个背后原文里面讲到 就是忘记过去的成功跟失败 我们人是这样的 在往前的时刻 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话语 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话语 神告诉我们要忘记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对人 对我们的恶是忌心忌感的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 你需要开始在走这个旅程的当中 第三点 你要持续对神的话语认识 你要持续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你要持续的开始用神的话语起来抵挡 相信神的心意 这里我们来看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 你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对象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意味的是什么 意味的是什么 这句话很接地气的讲 你不是神的儿子 他不是很会 他不是很厉害 可是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看一看你左右旁边的 应该没有很弱 家人们 你里面开始就会一个思维就是什么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不然你试试看好了 你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 快点来 快点来 让石头变成食物嘛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撒旦魔鬼 其实在这里要制作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石头变成食物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意味的是什么 你最在乎的事情 神把你解决的 这就是神 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思维 一个信念 我说你已经进入到宗教的框架 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为我们制作 所以当你在走这样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是 你不会 你觉得太难了 但神有恩典会持续领导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当一个持续的信任 你要知道 神的话要成为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 耶稣在这里在教导我们什么 你想想看 你把石头变成食物 对一个肉体饥饿的人 你要知道 甚至呢 你给他这个东西 还是给神的话 哪一个比较实际 我们一定会选择这里 让他变成食物就吃完 就知道你是神了 但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神在旷野的旅程当中 只要训练你一件事情 是持续的相信祂 持续的相信祂 我们来看 耶稣在走这一段旅程的时候 祂相信什么话 就如同是三章十七节所说的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耶稣的信任系统 相信的就是 我就是父所最爱的那一位 是祂喜悦的 再次看看你左右旁边的 跟祂讲说 我才不会喜欢你 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来看我 不然你会觉得这牧师怪怪的 我要告诉你的意思 就是不要羡慕你旁边的人 你要知道在走任何的环境里面 你是神最爱的那一位 这一位神 祂答应你 祂每一根头发祂都数过 所以我要邀请你的一件事情是 家尔们 家尔们 我们都知道石头变成石物 这是一个神迹 但是耶稣行了一个更大的神迹 你要知道是什么 当祂相信神的话的时候 祂可以抵挡 可以命令 可以命令这撒旦魔鬼 退到旁边去 所以你会看他后面的试探里面 都是拿着神的话起来 抵挡魔鬼的试探 家尔们我要告诉你 在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在这些试探里面 人对你的关怀 人对你的鼓励是有限的 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领受神的话 以至于让你见代充满神的话语 以至于让你往前走的时候 让神的话开始成为你的 成为你往前的动力 我要鼓励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今天呢 我们再来读最后几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 为什么我说这个试探 会一直到我们盖棺 到我们开始断了那一口气之后才没有 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 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家尔们跟我一起说暂时 暂时 跟我一起说暂时 暂时 来眼睛看我 暂时的意思就是 会再回来啊 暂时的意思就是什么 当你现在你觉得你已经得胜了 下一个步骤 我告诉你你可能又进去了 这一步你可能觉得 哇我这一次呢我在影的里面 我在呢看这些情色的影片里面 我得胜了 我告诉你下一个季节他又来啊 因为这是暂时啊 所以家尔们 你要起来明白啊 我要起来抵挡啊 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 我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一不警醒试探就来 一不警醒我就走进魂里面的一切思维 家尔们我要告诉你 魂里的思维是什么 很多时候会让你沮丧 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不会改变 会让你觉得神不会呢 这个人在财务里面得丰盛 我得不到丰盛 我要告诉你 你弱势 无形当中就会一直制作在你的里面 你开始就会走进一个消极 走进一个无助 走进一个死亡的里面 那神的话 我要告诉你 祂就没有办法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要鼓励你 你需要我祷告神 挖身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 耶稣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魔鬼讲到他暂时会照回来 如果你往下去看 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 你要知道开始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魔鬼其实再一次告诉他 你可以拆尾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 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要告诉你这个试探是持续的 耶稣从十字架下来 容不容易 我告诉你容易 祂有没有下来 我告诉你祂没有下来 因为祂知道祂的生命 祂来是父要祂做的 祂才做 所以祂来是将父的心意显明出来 祂没有因为祂自己下来 如果祂自己下来 这也是个神迹 但只是救自己 所以家人们你知道吗 因为祂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以至于祂的血可以拯救你跟我 以至于祂的血可以挽回我们 回到父的家中 让我们开始重建儿子的身份 让我们行使儿子的权柄 可以抵挡这一切撒旦的魔鬼 所以今年你要起来 Wake out 你要苏醒过来 你不再让这些试探 让这些你弱势的系统 一直来困扰着你 我要鼓励你 在西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西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承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里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 你要知道耶稣可以胜过试探 他因为什么 因为他将这些试探转换成一个训练 转换成一个试炼 为什么 因为他让自己更强壮 你可以战胜这一切的试探 我要告诉你 选择一件事情 进来了 我已经开始身处在这个旅程了 我不再抱怨 我不再像以色列民一样 出埃及的三天里面就开始抱怨 开始批评 开始开始对神 对神有愤怒 我要告诉你 这日子都还没有结束 神在训练我们 我在说你是贵重的油 我在说你是贵重的器皿 在上周十篇一百三三篇第二节里面 我所说的 你是需要被制作的 旷野是为了要制作 旷野是为了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更体会神的心意 家人们 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 遇见撒旦魔鬼 开始把我们要脱离那个 李若氏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苏醒 而不被吓到 让我们真实明白 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后我们来读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家人们 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 耶稣祂受了试探 但你要知道 父也给祂开了一条路 你要知道在这些试探的日子里面 这一条路 这一条出路是什么 这一条通天的道路 所以你要知道 刚到耶稣的面前 去求帮助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 我要鼓励你做一件事情 在走这一个旅程当中 你除了揪出你心中的谎言 把这个谎言常常钉在十字架上 宣告你是神的爱子之外 我要鼓励你做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开始在我们这个家中练习 每呢 每呢 每做完一件事情 忙碌一件事情 花一点点时间安静下来 回到神的面前 再次跟神说 主 我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琐事 再次交还给祢 开始在生活的里面 学习跟祂同行 开始在生活的当中 常常有耶稣的介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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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我要告诉你 神会为你开一条出路 你现在所可以收的是神粮给你 是知道你可以的 不要停留在这个原地 也不要琢磨到底哪一个家人 又讲哪一句话 你又重见 你需要upgrade 当你开始被upgrade的时候 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 自自然然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它就长在你的里面 我要鼓励你 醒过来 醒过来 我祷告神 我祷告神 2024年的一开始 我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 踏上神的迦南美地